调整去做好下一局的BP 和一些局内的发挥 不要受上一局的影响 从上一局的开局布置上来看 杭州邮GDNBW对于他们 自身选择的这套阵容 是有一个理解的 包括在整个开局的设计上 都是做得非常的有条理 只是说中间的环节是被 关羽推了一波 乱了一些阵脚 对 有小插曲 对于涛博来讲的话 也算是刚才那局获胜了 拿到了本赛界的首胜 因为他们在第一场比赛 也是遭遇到了凌风 被成都危机超王会 对 这小局的手上 对于进风这样的新人来讲 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可以让他对于赛场 有一个信心的提升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第二局的BP 蓝色王场上 他把红色方式杭州 LGDNBW他们败方选红 做后手搬选 后手搬选的话 就是沈蒙信和大桥了 他不是先搬掉了 刚才用过的夏侯敦 孙宾 他搬了刚才用过的孙宾 一般就是用孙宾换夏侯范围 然后是凯换大桥范围 是的 那这样沈蒙信就放出来了 是的 鲁关大师 关大师自己用过的 两手 那杭州LGDNBW考虑的是 大桥还放了 他把沈蒙信也放出来 这是一个双放 对双放 包括外面还有个凯 那这个大桥 看一下涛婆要不要接 其实外面能打大桥的很多 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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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能打大桥的 关于左边是没的 如果右边能拿到的话 是有一套的 还有泰乙这种 天不生夫子 杭州LGDNBW自己拿了 老夫子 那就是要加大桥了 那三楼应该就是个周瑜 但是如果左边把周瑜 抢了呢 可是有个沈蒙希 我觉得长安涛博 可以直接把沈蒙希拿掉 也行 沈蒙希的话 也是两边的公共英雄区 中单选择还挺多 对的 配个守长能守线 先拿公孙黎 那就是公孙黎加张飞 或者公孙黎加泰乙 上次 他涛博还挺喜欢用泰乙 跟人家公孙黎打大桥 想打经济压制的 对 那这样是把一个沈蒙希 放给了杭州LGDNBW 沈蒙希对泰乙和公孙黎 是有一定的压制效果的 是的 但是最近沈蒙希 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对手会换线 把射手加一个辅助 换到中路去压他 这会让节奏稍微起得慢一点 对 但是到了差不多四分钟左右的时候 射手还是要回归各自的线上面 看一下后手扳 杭州LGDNBW是扳掉了不知火舞 然后涛博是处理掉了黄中这个点 黄中加老夫子 黄中加老夫子 加上一个大桥 脚下一个安全的圈 是大桥的电梯 前面有一个稳定的控制 老夫子 扳掉了一手花木兰 进风这把 感觉 蒙田 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虽然会有点笨 但是公孙黎可以去带线 对 如果中路选择一个清线能力比较强的法师 他们在中后期就可以考虑让太乙保着公孙黎带线 然后两个前排在中路这一块 配合着中单清线 因为打老夫子好用的蒙田也不错嘛 当然他配一个战边打凶一点的 像姬小万这种也不是不可以 你看杭州LGDNBW这个阵容 有点熟悉啊 阿古多马超吗 他们在上个赛季的时候 就使用过大桥老夫子加阿古多加马超的阵容 马超在这个赛季 目前为止只有轻轻用过一次 那把是输掉了 而且那把是在决胜局用的 没有太多可以配的 是相当于单出了马超 看一下涛博的选择 甘江莫也也是一个高爆发点 加项羽 他不是蒙田 他是项羽了 我觉得项羽也行 拿季小满的话就直接要康特 杭州LGDNBW后面要出的这个战边了 你如果拿马超 季小满也能打 对 因为你狂铁已经用过了 你好打季小满的你剩下的没了 只有拿个夏洛特可以跟他对抗一下 这刚好是小洛的招牌英雄 夏洛特 打技巧满 然后夏洛的话会 决意会用这个老夫子嘛 去打发一路 两边的阵容选完了 整体上 查阿涛博的阵容容错率还是相当高的 而杭州LGDNBW的话 选择了一套 以阿古的为打野 以大桥体系为核心的双边打法 这套阵容怎么说 这套阵容的话 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在的 这套阵容整体上手是特别偏短的 嗯 就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他们打团 那绝业的这个老夫子最好先手捆 是捆到了甘江 或者捆到了公孙林再去接这个团 捆到了关键C 如果他捆一个单前排的话 你想想你去 集火 别人前排的情况下 你又都是进展 那可能会吃到一堆AOE 莫名其妙的 对 像甘江这种 所以 我觉得没有射手的老夫子大乔 他的这个老夫子捆人 捆谁很关键 在什么时机捆 因为自己家就不用考虑 一个射手的输出环境了 对对 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往前面冲 所以要盯关键C位打 打团的时候 要不然他们的输出 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有点弱 难题一下子就给到了决议 看决议这一场的老夫子 一般打这种 没有射手的局 老夫子都是一个关键的核心点 既要补充输出 又要当一个开团先手控 然后逆风了 要承担和大乔去带 都不是那么好 击杀你绑到 然后太乙真人的话 还会给一个复活的容索率 桃博的这套阵容整体上 在对线期下落四级之前 肯定是公孙黎一直能拿线权 然后去 有可能也会 下落以及中路去来回转线 对 尽可能让公孙黎的经济 持双线 达到那种经济压制的程度 这也是这套阵容 为什么要太乙真人 去配合公孙黎的一个原因 能够把公孙黎这个英雄的 作用发挥到 上线发挥到最大 而公孙黎如果去打到 你对面那套阵容的话 其实你除了被绑住以外 其他人是比较难杀他的 对 就怕被老夫子捆 还有就是 最后涛博选的一手技巧满 技巧满这个点的话 既不怕夏洛特也不怕老夫子 他对线谁都是可以打的 而且这个英雄 一旦线上拿到优势 他会疯狂的钻野区 然后蹲你 蹲你一波打野 他还有一个 二一连招 可以踢一脚 把人踢出来 对 也可以去断一下 你大桥的传颂 救人 第二把比赛 这里杭州LGDNBW 是在策略上放出的大桥 但是 长达桃博是没有接 所以他们自己拿到了 组建了一套 没有射手的双边 大桥体系 也是期待他们 在这一局的一些表现和发挥了 包括也是看一下 竞争季上一场关羽 发挥比较亮眼之后 这场的基小满 能不能延续自己的一个状态 这一战对于杭州LGDNBW来讲 非常的重要 也是这个赛季的一个首秀 也是希望获得首胜 跟涛博一样 去争一个赛季大场的首胜 我们进入比赛 蓝色方 长沙涛博 红色方 杭州LGDNBW 我是解说潇洒 我是解说黄超 全军出击 长沙涛博 我是我 长沙涛博 我是我 长沙涛博 我是我 重新荣耀 戴上军地 重新荣耀 戴上军地 重新荣耀 戴上军地 我们进入比赛看到了 开局两边 其实是做出了一个 换野车的动作 因为顾星是带人进蓝 哎 但是看一下 什么是闪现留人 没留住 老夫子也是赶过来 想勾一下闪现 拉一手 但是他已经一技能加速了 能走掉 优点留不住了 那这样顺势进眼区 反一组小野吧 但是另外一边的话 好像是木色的干净魔爷 交了一个闪现 阻止了阿古多去偷那个蓝buff 对 但阿古多好像是反掉了一组小野怪 但蓝buff保住了 对 对阿古多上面的话 阿古多的经验会低一些 而且你蓝buff叠不起 叠不起能处啊 是的 这也是开局欺负 你是阿古多吗 阿古多还是挺怕凯 尤其是凯到四级之后啊 他开个大招进去跟你拼成 你跟他拼不了 其实能拼啊 阿古多别逞人 吃亏啊 对 就是你直接把自己的放生用掉之后 你接下来打野怪的速度会慢很多 对 但是这既然这个蓝buff近了 我觉得对于 XRT来讲下一步肯定还会进呢 他会控制这个蓝buff去限制赤神阿古多的发育 从野区找着一个突破口 慢慢的来打开自己的节奏 对 因为在上半区的话 这边进风 其实对到小洛他在英雄上面是有个优势在的 哦 还反了一组小野 哇 好难受的阿古多 小洛因为带的是弱化嘛 所以进风在线上我觉得没必要跟下洛的硬拼 硬拼的话只是白白的损失自己的状态 对 哦 四剑 再接两剑 还好阿古多扔出了自己的大招 跑掉了 中路的一波抢视野 看一下进顾兴这里 顾兴在没大招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进到了 因为阿古多没撞的蓝野区 然后鸡小蛮又有闪影花直接传下来 对 这就是上半区的优势 那这个蓝还是要掉 第二个蓝buff也被顾兴的凯给拿下来了 他家里的蓝就可以给干姜磨叶 这样还能变现的增加干姜的发育速度 我觉得由GDNBW现在为止 他要想着如何去防守 第三个来吧 那就要等大桥四级了 我觉得 大桥四级之后 就当夏罗特上的被压 也可以低时间传下来 然后可以让老夫子 先去打一个先手 扛一波 打个前置消耗 扛一波伤害之后 然后利用电梯 再下来一波 只是说他们现阶段的伤害是有限的 就伤害不要 一来一个沈梦西去攒两个大招去哭AOE 其他点的伤害比较难以打出来 或者说宝兰buff的话 还有另外两种方法 先看这波 捆了个凯 那就是逼凯一个大 护灌一下大招 因为这个阶段 你捆一个有大的凯是杀不死的 没错 其实越往后拖 凯开着大招 你还是一样难处理的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如果把所有的技能交在凯身上 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不合理的 下落的线目前还是被压 因为老夫子刚才交过大招 所以攻速你根本不怕 小崽的大桥捏着一个大招 技巧满过不来 对 夏洛特是可以传下来的 传下来了 这波要包的 看一下进风 凯开了个大招 硬抢这个蓝buff强掉了 而夏洛特落地 开了一个肉化 打出了一个太阵的一个复活 自己四斜跑掉了 他也闪现 直接走了 但是看一下蓝安这里自己倒了 他是被绝一给绑住了 走不掉 对 那这波 就是因为小乐在上路取得了单线优势 导致了他优先支援才打赢了这波团 要不然凯刚才开这个大招 抢完buff他直接跑了 你留不住他 进风这里没有办法 只能把这波兵也带过去 尝试摸一下防御塔了 但buff 还是没能给到阿古多 就阿古多一层 这个蓝始终都跌不上去 跌不上来 小乐落地后是开了一个弱化 吸引了一波仇恨 对 然后看绝夜传下来一个大伞 金轮绑到了蓝 就他们团战 后面团战的画面就是 必须要绑C位 才好打 第一条暴君 这把还顾心感觉在野区横着走啊 弄完暴君在墙中 阿古多过来耗点血 但是凯是有回复的 小乐是过来帮忙了一下 但上路线就抢不过了 看这波下路线 下路如果套博能拿到线权的话 这个蓝区一样可以挤进去 还已经就位了 下路太乙真在压老夫子的位置 知道老夫子是没闪的 那甘江再过来 拿到线权往野去走 而且这波是姬小满传送的 因为传送法阵子cd还没好 对小乐来讲 他除非用大桥的大招 大桥给带了 但是这个蓝已经没了 老夫子过来 大招是给到太乙真人 那太乙真人身上还捏了一个复活 能够再给个大招保一下自己 而老夫子自己却倒了之后 这里 大桥也站不住了 把大桥也给杀了 那这样子的话 涛博既反到了蓝还 收下了两个人头 这波LGDNBW的蓝区防守 就有点勉强了 因为在刚才上路 技巧满是先拿到现权的 小乐要过来还要好一会儿 他最后是清完线 通过大桥的大招才传下来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团战刚开始打的时候 蓝第一时间是没有冒头的 他直到决一的老夫子 把大招交完之后 蓝才选择进场打伤害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盯对面的C位输出了 然后就拼前排坦度了 这个点拼前排坦度 加上太义有复活 你拼不过 决一的老夫子在中路右侧 想蹲一个转线过来的 但太义会去探那个视野 冰城 应该会开入 应该会开个一技能进去 先让顾兴续 这两个人谁都行 视野基本上 全暴露了 这个手也上头 就看他去还要不要了 如果还要这个篮球避免 要避免不了 要跟查尔套过一战的 那就要看决议怎么开了 上路两个人在打 然后这边正面打起来 阿古多已经在放声了 但是被打断了 干江的剑打断了阿古多的放声之后 这个蓝buff直接被干江给抢了 又绑住了兰安 绑到了公森林之后 公森林夏洛特切进来 太义真给了一个复活 公森林撕血复活时间过了 被大桥给击杀掉了 这一波又是关键一捆 帮助了他们赢了这部团 而且蓝安当时被绑住之后 太义真人的复活交得有些快 他自己也在跑躲技能 导致他躲了很多关键技能 然后就耽误了那个复活的时间 对蓝安他是把狂暴一开 在人群中还打了一堆输出 同时给自己恢复了一点状态 但是我们这几波发现了 就是杭州LGD NBW赢不赢团 要看的是老红子捆的是谁 就看这个公森林会不会被绑 对能不能捆到关键位置 能不能第一时间威胁到对面的输出 在现在他们自己家输出 不太够的情况下 你只能把所有有限的输出 打到C位置上 这样蓝安他就得显得格外小心了 对 他还得学聪明一点 还是得像他们上上一波那样 现在老父子出宝 这里捆了一个太义 太义是没复活的 还在冷却之中啊 还少人教了一个闪现 极限跑掉了 撑过了五秒 现在他们适合打这种以多打少的团 打大脚体系的优势给发挥一下 对 这一波两条边线全部被长长途波给压了 太义真人第一时间是赶不过来的 还在家里补状态 蓝buff也许又来了 这个蓝我觉得有点风险 得先拉扯一下 太义还没就位 先拉扯 因为阿古朵放生 在被打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难的 放不了 容易被打断 好 太义赶来 炸三个 开 开顶进去 那凯 现在才开几大招 直接把老四子打散 老四子也没捆到凯 这个蓝buff又被公孙力给拿下来了 反正总之 是真是拿不到这个蓝 没错 谁都能买 好惨 阿古朵一层蓝buff都没有 那他这个 球球丢出去都没有控制效果 再控一条小暴君 正好卡在9分30秒前 这个阶段 我们看一下公孙力的经济 在有太义真人的情况下 前进完了两次 他和甘江的经济是一样的 小洛这边的经济也不低 他一直处于一个单带 后支援 现在感觉 唐州LGD NBW把宝押在了 这个夏洛特身上 让他好好发育 等待着团战的发挥 想换龙 但是吉祥曼在看呀 这个龙打的速度一半了 看一和甘江在支援 赶过来了 吉祥曼闪现 刘阿古朵在提出来 配合甘江之下 就变量了阿古朵 在这里再去抓 小洛小洛这里回头反打 打掉了一个太义真人 自己二技能再回到安全的位置 但这个龙是一个残血呀 这里想接手所有人几活秒 最终被吉祥曼拿到了 拿下了 一到二收掉了这一条主宰 暗影主宰暗影暴君 全部被长沙 韬伯所拿到了 这一波进风也是相当果断 看队友来了 直接一闪上去 留你的打野 你的打野只要阵亡的话 那这条龙是谁的 就真不好说了 就要拼运气了 对 很果断的一个留人 这波十分钟的双龙 可以帮助查韬伯 进一步的扩大优势 哇 进风出了个破军 这十分钟啊 他什么装备啊 暗影战斧 他身上没苍穹 一个荆棘护手 直接破军吗 跳过了纯净苍穹 直接憋了一把破军出来 他要打斩杀啊 斩杀线啊 他这半血以下的 一套爆发毕妙 想要大力出奇迹 对啊 打大桥确实也没毛病 给上路压力 然后再转中 推中路一塔 这应该是长安涛博 这一波想要做到的 刚好有 有红区 哎 老夫子 能走 中路兵线慢慢压上来 看槟城 已经有点想要赶人了 舔到炸一下 先往后撤一轴 把人赶走 中塔打下 这两千 技巧满和夏洛特是打起来了 两个人互相的拉扯 在缠斗 正面的四个队友也在和对方 进行拉拉扯 但夏洛打起来 也没有太多优势 就小洛这里 队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支援过来 对 所以他不太敢跟进风在那边皮 对 不敢拼的 现在等于是杭州LGDNPW 这里前排的质量也不太够了 因为阿古多一直遭受着被反野嘛 刚才才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篮 太可怜了 这阿古多 然后老夫子因为频频的参团 导致他的经济一落千丈 只有六千七 还是一个开团手 成伤位 这波是给到了中上两路线的压力 LGDNPW选择先守中路二塔 凯这里开了个大招上去赶人 硬吃塔伤 赶完人之后可以退回来 把这个蓝巴夫给反掉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可以在红区先观察一下 这段时期就是 反正快的话再转到红区 这段时期就是滚经济了 拉经济差 提升阵容容错率 本身容错率就高 目前是差不多有个 六千多的经济优势 马上就要到七千了 这经济的优势 基本上都集中在 甘江和公孙尼身上 都已经快八千经济优势了 对 技小满一万 不好 技小满双手 直接反超了甘江和公孙尼 好夸张 他这把单带还有吃野 都挺舒服的 还是正面队友给的压力够足 对 正面给了够足 然后上路他和小路和单玩 下路老夫子 展开 对 爱真人站在高速里面前 挡住了 那这样决一被打残了呀 甘江再给剑 大乔用圈 把老夫子送回去 古状态 但是这一波龙 迫于冰线的压力感觉 韩州LGDNBW是没有办法争了 主要还是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这种情况下 长达淘博还可以尝试性的 再控一下主宰 他可以不着急去控 监控一下野区 先把对手的视野压过去 对 这时候中下两路正好一送 送完之后往蓝区近 蓝打完正好 牛GDNBW红刷 这个时候也可以顺势 把上路的兵线再处理一波 然后再回到中路 好好地运个三线 可以去尝试压一下 那这这波 按照刚才你说的那样 那精力杀直接就过万了 对 运完之后 现在蓝也打完了 跑到上路了 顺手把这个红光了 上路现在一处理 再转到中 控一下线 可以先控着 哎 想先开龙吗 打龙打得也很快啊 对 虽然有羁绊 那控龙的话 就可以不用管下线了 这波龙打下来一会儿 可以直接把龙放在下路 只要把中上慢去打好就行 孤苏尼刚才扛龙的伤害 扛得有点伤了 吸血吸上来 这样龙放下了吧 对 我看孤苏尼现在的这个出装 其实是个全速出装 哇 这个伤害有点爆炸 把阿古多保兵进行拳 B率还进行 他们进场先收一个再转住一一一脚被踢到 那这样二技能只能撤退了 但是他杀掉了关键的大潮 还可以 对 这一波太突然了 一个卡式也冲 冲到了是阿古多 阿古多算是杭州要GDNBW这里 保命技能比较多的了 又是大招又是血魔 当时进风 他一一后续的一个一技能的出脚方向不对 但整体的这个局势对于他们来讲 还是一样的优势 下落还有暗影先锋 老夫子过来捆 捆到的是凯 凯慢 暂时没大 下落他冲进去 打干将 被干将顶了一下之后 看一下基小满一脚踹过去 再来一个一一 打的是老夫子 撤出来 对 暗影先锋的话 暂时应该能轻啊 下落他还想继续追吗 全是残血 但是这里基小满过来 帮队友解围 保护队友撤退 他吃上了 下落特的这一发青光光剑 他保护了一下凯 让他没有办法打到残忍身上 看到了 其实没有闪现的下落特进场 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好 比较好躲他的技能 他只能通过 大桥的一个加速 然后慢慢的从前面 打到后面 慢慢的推到后面去 推进 属于一个推进式的进攻 这得偷博这里 战位打团太 拖洁 才会出现被 下落特切掉 C位的情况 是的 要不然我只要保持好 我的前排 就卡住你 你说一个凯在上面 有二技能 可以控一下 然后还有太义真人 还可以 控个一下 再到后面有基小满 也可以撤回来 再给你打一手控制 然后再到后面 干架木也还能顶一手 所以对于小落来讲 这把防战前C 难度很高啊 难度相当大 除非是决一老夫子 直接绑到后排 然后还有一个五秒钟的时间 可以威胁到对手 对 又是一波 三线 波 这个高地 中路的话 中路的话 是个残 但是公司力不敢点 因为老夫子站在前面 始终是能威胁到 那这个局势还能拖 如果能拖到20分钟 我觉得杭者LGDNBW 翻盘的机会 就会变大了 因为有龙 但在此之前 还要再遭受 长头伯的几波进攻 这波是带着 暗影军灵buff效果的进攻 伤害是有加成的 整体阶级上面的话 有GDNBW是还可以的 现在已经慢慢饱和了 但是长头套博会 C位上面多一点复活甲 又有太乙 然后自身队像进风也好 像蓝恩也好 都是有前出复活的 刚才进风好像 闪现一不小心交得出来 那这样就很亏了 那中下了两条线 淘宝还是送到了高地面前 太乙顶在前面 晕一下 大招 对 凯开大招 硬砍塔而机上满 上去 Sorrow 常抓LGDNBW 然而但是夏洛特 这里开始上车 撞上来 一个情况 被刮到了一个凯 但是大招过去 并没有二阶段过强 一被拉扯开 就追不上了 腿太短了 一瞬间 其实沈凤希的AOE伤害 还是打挺足的 但炮博这里撤退的 也是比较及时的 他们的目标比较明确 就是想把下高推掉 然后集体往后撤 再退回来 打这条暗影主宰 暗影主宰 现在被杭州LGDNBW 掀开了 他们控制了这一处的视野 其实拼龙也不好拼 他们还是在打团 老夫子捆了个太乙 但是自己好残呀 顶了个二阶段 挡了干将的输出之后 二阶段消失了 干将闪现顶一下 最终是凯拿到了老夫子这个人头 好像是小兵的伤害过去了 这波捆了 但是队友第一时间并没有很齐 老夫子没了之后 公孙丽的威胁就少了 其实老夫子大招不交 好 长大招反而不会冲的 对对对 反而不会往前压 他留着这个大招 还是个威胁 但好在说这个暗影主宰 没有被长大招拿到 消射 脱过了时间 脱过了十九分半 马上风暴龙王就要刷新了 好消息是杭州LGDNBW上路的 标的并没有掉 所以远端线的冰线压力没有那么大 再加上他们有大潮 太爷冲上去开团 自己倒是被打了一波 哎 干江被砸 干江是没闪的 如果打起来的话 继续还是可以绕后的 被看到了 他在侧边给压力 在逼退 拉到了沈梦西 21踢沈梦西 再来个残血 再来个22 收下了沈梦西的人头之后 进去留人 而下轮道开始弱化 顶进去 而且能穿回来 公孙丽技术的打下轮道 下轮道扛不住了 倒下了 公孙丽配合干江的伤害 收掉了下轮道之后 凯开着大轮道顶进去 已经没有太多的输出了 对于长沙淘博来讲 这里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 中路的兵线进来 老夫子顶前面 但没有人去摸这个炮车 这里干江先秒了一个阿古的之后 直接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 长沙淘博2比0 来到赛点局 这把虽然熬战了20分钟 但是中间的过程 我们看到的是 长沙淘博从第一波蓝buff野球开始 持续不断的进攻 然后打出了一系列的优势 稳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他们的进攻节奏 非常的清楚 连贯 明确 就是打你最弱的阿古多这个点 然后每一波对你蓝buff的一个设计 他们在前面都会铺垫好 自己的线权 还有在对抗路的支援 然后一波一波的 去连续压缩着 杭州游戏 ENBW的发育环境 最终靠着阵容的高容错 拿下了比赛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系 这就是我说的 我觉得涛博不会给LGD有任何的机会 就这把你看他压篮区有多坚决 就代表他们在赛前想得有多明确 就是其实从刚才的第一把到这一把 我觉得不光是说 他们整体在局内的表现很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把的时候 他们是做了一个对于对方阵容非常 就对于杭州LGD的阵容 非常克制的一道体系 我固定战场 然后我不让你的拉扯打起来 第二局 我知道你的绝活是马超 你在马超很烈实的时候 你曾经也赢过比赛 所以我把最后一手的那个位置 我把你马超给你封死了 让你没有办法拿到一个完全体 我们知道技巧嘛 对于马超的克制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说 在局内的一个表现 在教练的博弈上面 我觉得老黑今天准备得非常充分 对的 而且在野区的进攻上 其实这局涛博做得非常的好 知道你是阿古朵 那这个凯天生就是克你的 开局就去偷 其实直接反都不是偷了 反掉了之后 你想来进他的野区 你会发现 庆锋很早的就已经在那边等你了 所以他能够去干扰你来偷他的野 从第一个蓝buff开始之后 就开始一直稳定地进你的蓝区 一直进你的野区 把你的资源全部吃干了之后 这个时候再将他们另外一个英雄 太乙真人 慢慢地把经济一瞬间就慢慢拉开 拉得越多 如果滚雪球滚得越大之后 你会发现 到了中期就完全接不了团了 因为 因为 杭州LGDNVW这边没有经济 没有伤害 而且LGD这个阵容 他还是要确保 尝试用带线来缓解自己野区家里 但是 他跟上一局的VG 有一点像的是 就是涛博其实每一波蓝区的进空节奏 已经打成固定节奏了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他就想硬手 就是 我硬手 我知道你要硬来 我就硬手 对 就是如此反复循环 你就会发现 就LGD这边 就是 能拿出来的 亮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其实后面的时候 他们有考虑过 就带线 就是小洛这个点 后面再拼拼带 但是那个时间已经非常晚了 因为他们是一个双站边的一个体系 他本身前中期他就是要打优势的 如果你在前中期的一两波碰撞上面 没有取得优势的话 你就应该考虑带线了 我觉得还是阵容这方面 限制了他们非常的多 因为你想 你在野区被进攻的时候 你如果选择去带线放掉野区 但你带线 你要养一个 肯定是养一个大盒 对 养谁 夏洛特 只能养 夏洛特进场 我只能说他刮 有个凯 有一个泰椅 他一定是很难切掉这个后排的 然后其他人的话 也没什么伤害 所以这局杭州LGDNBW 他的阵容就是没有太多的伤害 导致他们在前中期 必须得去搏这个野区的团 打赢了还有机会 而且就是这个 干枪 你确实在就很多次转线转图啊 视野压制的一个情况下 打出了足量多的伤害 你看他的输出伤害 百分之四六点八 双区 限制不了他 对 因为能限制他的 就像爵翼的这一首老夫子 但是爵翼前期绑的都是公孙黎 其实也绑到了关键的四次一位 对 他已经很小心了 他在前前期的几次绑 都是绑到了公孙黎 但是干枪的手太长了 他站的那个位置你根本碰不到 你要碰他的话 你前面得越过一个凯 然后你还顾不了后面的姬小满 是 基本上每次往前打都要掉一层屏 本局MVP给到了静锋 姬小满 静锋这局姬小满的 朱庄也非常的有想法 很早的把破军给做出来了 所以在有中左和到那一波一脚直接收割 他是先出的破军再出的这个纯净嘛 觉得他要把爆发打到底了 是 那对 那一波是套波拿到了中间线权 直接进野区 公孙黎还帮忙打 赶紧按过来 一技能打断 然后后续蓝buff就一直被控 画面都在蓝buff 对 小满这局带的是弱化 他就没有办法去贴到木色这个点 他就算贴到了木色这个点 如果老夫子没有可能攻顺离 他也是很难的 是 来听一下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我冠了 我再卡 我在卡 在啦啦啦 帝 patrim GR name 老夫子太横遠的话 你们不用吹的太狠 让我打 nod 阿古倒没大 阿古倒没的 接下收技能 看次 阿古倒没大 可以往前去 有点远有点远 О 猫皮癩 没大了 没大了 还在讨论 然后冰城的指挥室也真的让人安心 我们今天在前两场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 语音回放的时候都是非常热闹的 但是感觉听他们的语音回放就很清晰 感觉每个人说什么都能听得很清楚 这种就是沟通非常的均匀 每个人都不会说去强化什么的 而且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不单单是复盘 还会给队友更多的鼓励都很C 而且冰城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是打龙那波龙打完之后上路那波进攻 他在策划那波进攻 也是把所有的可能性 几乎所有的可能性说出来 如果他们要节线这波直接跟他们打 那波其实是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主要是在于基小满这个点 他蹲到了二塔草的位置 然后他直接往前一个突进 你根本拦不住了 就基小满这个英雄 你如果让他是以一个收割的形式去进场的话 那会非常的恐怖的 是的 也希望LGD能迅速的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吧 同样未来电竞集电成就王者表现